我今天在这说的 记住郭文贵在这说的 如果美国还没有搞清楚 共产党要干掉美国的话 美国付出代价还早着呢 欧洲如果不明白 共产党说要彻射底底拿下欧洲 他付出代价还早着呢 怎么拿下欧洲 怎么拿下美国 还有一个前提 第一个 金融系统上 科技上 我一定干不过你 共产党非常清楚 所以他团结了 科技上完全不行的 俄罗斯 伊朗 北朝鲜 还有像沙特这种油棍 油阀 巴基斯坦 像埃及这些国家 请问 这将近六亿人的中东人 十几万亿的GTT的国家 中东的六亿人里边 80%是在一个贫困线上 极少数人国家是狠 是皇权和所谓的富裕的国家 记住 这个世界上 七哥说叫无皇有主的时代到来 你们没有一个人 跟着七哥往肝上爬子 世界上哪里皇帝最多呀 中东 严格讲 中东就是最多的独裁国家 这次能和共产党和普京合作的 也都是中东国家 包括现在被已经是 逐渐走向民主的伊拉克 被腐败 彻底控制的几个家族控制了 中东是一场大的变革 这次战争之后 一定会发现 中东这些国家脱离了 无皇 到了有主的时代 民主的时代 一定会等 所以共产党是最后的疯狂 利用伊朗搞伊拉克 接下来胡塞武装搞沙特 沙特甚至敢打伊拉克 甚至是沙一战争 两一战争重新开启 叙利亚 格兰高地和以色列 之间又在整个全面掠夺 然后恐怖分子和阿富汗 塔利班终于又站出来了 就是潘多拉盒子 它是一场人类上的极权和独裁和民主时代 到了一场最后的火瓶 人类将付出巨大代价 但是美国如果现在不认为 共产党敢这么干 那美国付出大家找着呢